我是飾演在案件中死者的兒子 我是飾演一個二十多歲 對投資都很有心得 也是一個非常聰明 IQ爆棚的一個年輕人 死者就是我爸爸 今天是非常好玩 有自己的劇本 每個人有獨立的劇本 也不知道對方發生什麼事 今天是要令方力生 他是一個偵探 可以找到今天的兇手 所以有一邊演一邊玩 難度是很高的 你是不是體驗過這一類的劇情 完全沒玩過 但也有略略知道發生什麼事 韓國或者內地都有很多 這些類型的節目 非常歡迎 所以自己能夠參與都很開心 但是超級緊張 好像開紅館一樣緊張 因為裡面的東西 是不可以穿和不可以坐的 所以有些難度在這裡 是不可以坐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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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可以坐的